请问右图长方体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尺 我们看一下 这个长方体是个长6公尺 宽50公分 高4公尺的长方体 它的边的长度单位有公尺有公分 我们会很难计算体积 所以第一步我们都先把它换算成为公分 长方体的体积是长乘以宽乘以高 长6公尺我可以换算成600公分 高4公尺我可以换算成为400公分 所以它的体积就是600乘以50乘以400 同学们先算算看 这样算出来是多少 它是1200万立方公分 但题目问的不是多少立方公分 题目问的是多少立方公尺 那我们刚刚也学过 一立方公尺等于100万立方公分 所以我们要看看 1200万立方公分 可以分成几个100万立方公分 这样子我就可以算出 它是多少立方公尺 因此我要把1200万立方公分 除以100万立方公分 我们看一下 它后面都有连续的0 连续的0 所以我们可以画掉一样多的0 来简化我们的计算过程 我们开始画 1 2 3 4 5 6 画掉6个0之后 变成12除以1 所以算出来的答案 就是12立方公尺 因此这个长方体 它的体积是12立方公尺 程度以12立方公尺 1 3 4 5 6 7 6 5 6 6 8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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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5 6 9 9 5 6 6 7 8